哈囉哈囉,我是虛擬RTuber璐洛洛 在經過上次魔咒研習賽後 相信大家對於全新的光輝卡 鄧布利多以及競技卡片非常期待吧! 這次洛洛將和大家介紹光輝卡的 鄧布利多夥伴玩法 以及推薦的迴響、牌組搭配 除了相關的運用觀念之外 也會附上實戰解說提供參考 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洛洛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一下唷!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鄧布利多夥伴的能力 當我們召喚出鄧布利多時 鄧布利多會存在場上15秒 當他存在的時間內使用咒語卡或是生物卡 都會有特殊強化效果 當玩家在鄧布利多身邊釋放咒語卡或召喚卡 鄧布利多會幫忙強化卡牌能力 強化過的咒語卡會釋放兩次 強化過的召喚卡在召喚怪陣亡時會再召喚出來一次 但此效用不會發生在禁忌類的卡牌上 咒語卡、索命咒和符咒道轉 是不會吃到鄧布利多的強化效果的 而像是露娜迴響的奇獸卡 也不算在召喚卡之內唷! 洛洛覺得玩法術流最重要的 就是費用的循環打得好不好 由於要在15秒內打出強化的咒語卡 所以在使用鄧布利多夥伴時 一定要先囤積足夠的費用 讓更多的咒語卡可以獲得強化效果 搭配時內補迴響與時光劑 產生出三隻分身也很可怕 算是蠻常見的組合 使用生物卡時 會在下次抽到時獲得生物死亡後 復活一次的強化效果 若是卡牌上出現黃編 就代表此張生物卡在死掉後會再復活一次 洛洛覺得這個效果十分OP 假如玩紐特或是其他生物流時 讓場上的生物不斷復活的話 就可以對付法術流的清場能力 德布利多屬於一張百搭的夥伴卡 不管是搭配生物或是法術牌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法術流回想推薦 妙麗和哈利回想 妙麗可以透過減費的回想能力 在德布利多校長存在場上時 使用更多的咒語卡 而哈利回想一般都會佩戴許多低費咒語卡 因此在時間內打完算是很容易的 比較不推貝拉法術流的原因是因為 貝拉的傷害來自於持續堆疊層數後 召喚食屍鬼 而在召喚食屍鬼的期間是不會增加層數的 因此額外釋放一次的效益 不會比使用弗雷兄弟持續撲場 製造壓力好用喔 生物流則可以使用紐特或是弗雷兄弟回想 配合暴角怪、黑魔貓等等生物進行鋪場 再利用德布利多校長的復活效果 製造非常可怕的生物海造成場面壓力 洛洛這次推薦給大家的是紐特動物園玩法 在更新後新增了雪人速速前這張低費生物卡 再加上德布利多校長的加入 讓生物流有更多的變化 喉嚨破加衝衝弓這兩張低費咒語卡 是CP值最高的 即可解場也可以輸出 在遇到時內補的時光器 或是弗利圍的多重分身人馬時都可以利用這兩招咒語卡處理喔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 洛洛帶上了破心護用來保護小蜘蛛 小蜘蛛配上漂浮炸彈 是紐特玩法非常好用的消耗攻勢 而由於小蜘蛛的血量特別少 通常還沒爬到對手場地時就會被轟轟破清理掉 於是帶上了這張破心護 除了給小蜘蛛護盾以外 也可以保護自己的角色 洛洛這邊帶上了三張兩倍的生物卡 分別是玻璃獸、雪人速速前、漂浮炸彈 漂浮炸彈改成兩倍後 讓紐特動物園的玩法強度提升了一個檔次 而雪人速速前最主要的使用方法 就是用來破解對方的物影 帶上玻璃獸主要是用來刷出紐特生物 洛洛還帶上了小蜘蛛配合漂浮炸彈、破心護 別看小蜘蛛血量很少 牠可是非常強大的鋪場生物喔 記得打出之前一定要確保可以跟破心護一起使用 再來洛洛會帶上五費的爆角怪 配合鄧布利多的復活能力 可以讓牠多爆炸一次 傷害非常可觀 更不用說紐特動物園裡還可以再刷新出一費的爆角怪 紐特生物在打時內補需要注意的細節有兩點 第一點判斷對方的咒語卡類型 第二點針對對方使用高費用卡片時 利用野生生物或是低費生物配合後場的漂浮炸彈去做換血 作詞文字幕提供 此外也要確保使用凍布利多時 手牌上有小蜘蛛加爆角怪 配合第二輪卡畫過的生物去做進攻 讓對方結搶時吃到更多傷害 接住橡皮肌肉 也要確保留下班 第一次打開 將來發酵 突然做生物 半輪狀 裡面有些問題 入口 可以 皮膚 很可愛 代表 紐特生物在打福利維時 需要注意對手的手牌類型以及結強手段 適當的利用咒語卡或是一費的盾形珠去做場面交換 將對方的夥伴卡或是後場的單位處理掉 再配合爆角怪和紐特的衍生生物去做進攻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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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關於鄧布利多搭配紐特迴響的牌組分享與相關實戰解說 提供給對鄧布利多夥伴卡有興趣的巫師們 後續洛洛也會再製作相關的影片內容 若是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不要忘記幫洛洛點擊喜歡讓我知道喔 那有其他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覺得影片內容收眼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目前洛洛也有專屬Discord群組也在下方影片描述欄 歡迎加入和大家一起討論遊戲技巧 也就一到晚上九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